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二章有关战略分析 按照我们第一章所学的知识 战略分析应该是战略管理整个流程第一个环节 那你要知道所谓的战略分析 其实就是对企业目前所处的环境 我们做一个相关的分析 那么通过环境分析主要达到的目的 就是帮助企业的管理者能够真正做到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那么谈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那么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但是呢完整的说法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呢清楚不清楚 所以我在这呢先把这个老话 他完整的说法呢展示给大家 那这个说法呢是来自于孙子兵法谋公篇 他完整说法应该是这样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这是一个完整说法 那把这个说法如果套我们这一章 它的框架我们这样来理解它 我们企业对自己环境做分析的时候 按照战略管理的流程 我们一般是把企业的环境分成 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所讲的知彼知己 其中的彼主要指的是企业外部环境 而这个几主要指的是内部环境 如果一个企业在经营当中 对自己的内部环境对外部环境都有充分的了解 我们整个经营成功是非常非常概率高的事件 那如果在经营过程当中呢 只对自己有了解 但是对外部环境一无所知 那我们成功失败的概率各是50% 那如果对环境整体都不了解 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外部环境 那你这个企业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看到我们孙子兵法它的基本思路 同样适用于我们管理领域 那说完这个背景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首先用一张匡图的形式呢 把我们这一张整个架构介绍给大家 那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按照我们战略管理一般的思维 我们通常是把企业的环境 分成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所以看到我们这一张呢 前两节就给我们讲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那作为企业管理者 我们除了知道外部环境有什么变化 内部环境有什么情况之外 还应该站在整体 对企业整个环境做一个综合的把握 那么这种综合的把握呢 我们一般都是用一种工具来做分析 那这个工具就是第三节所讲的死沃的分析 所以看到我们整个这一张呢 整个架构就分成这三节来做相关的介绍 下边呢 把第三节我们把它稍微展开一下 第一节呢 讲外部环境 这里边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了 我们17年教材 外部环境这一节发生了一定的调整 我们传统上 也就是说16年15年教材 讲外部环境的时候呢 主要是从三个层次给我们做介绍 分别是宏观环境 产业环境和竞争环境 那么今年的教材 除了这三个层次之外 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 就是国家竞争优势分析 变成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请大家注意这个变化 那这四个内容分别讲什么呢 我稍微做一下解释 在这一节的第一个内容 讲宏观环境 宏观环境呢 主要是讲PESD模型 那这里边就是用四个字母 来概括一个企业在经营当中 所处的宏观环境要素 这四个要素呢 其中P代表政治和法律 这个E是代表经济 S代表社会文化 T是代表技术 我们用这四个字母 涵盖了或总括了 一个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的 所有的要素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内容 那么讲到宏观环境之后呢 接着我们讲第二个是产业环境 这里边所讲的产业 其实呢我们可以简单的 用行业来替代它 这个相信大家也好理解 因为任何一个企业 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在一个特定的产业 或特定行业来经营的 那这个产业或这个行业的环境 它发生什么变化 也会对相关的企业 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们接下来 对产业环境做分析 那么产业环境分析 从它的具体内容来看 教材是安排了三个内容 但是我在这呢 重点强调前边两个 一个呢就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一个呢是武力模型 这两个呢都是我们考试频率 包括它的分值都比较高的点 所以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尤其是武力模型 那么请大家呢 一定要做好 今年考案例分析主关题的准备 要求大家做好重点复习 那么这是我们讲 产业环境分析的两个主要点 那么还有一个点呢 相对来说比较次要 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成功关键因素 这个呢我在这就不太强调了 那这是我们第二个层面 接着外部环境分析的第三个层面 是竞争环境 那这个所谓的竞争环境 就是指一个企业 在一个特定的市场上展开竞争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竞争环境 那么对于这个内容呢 教材师讲了两个具体的知识点 一个是竞争对手分析 那请注意 这个地方所有讲的竞争对手 通常指的是我们企业直接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如果我是百事可乐公司 我很容易想到我的直接竞争对手 就是可口可乐公司 那我们就把这个就理解到了 那除了对直接竞争对手做分析之外呢 在战略管理这个理论体系当中 我们对竞争环境 还有一个特定的概念 我们叫战略群组 那这个等我们讲到的时候呢 再帮助大家去把它加强理解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前到第三个层次 那接着呢 外部环境分析的第四个内容 也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的一个内容 叫国家竞争优势分析 其实这个内容如果叫新增 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内容它的核心 主要是讲钻石模型 是由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来的 而钻石模型这个内容 在我们16年教材 是放在第三章第四节 给我们做相关的讲解 那么今年呢 就把这个钻石模型 从第三章转移到了我们第二章第一节 内容没有做任何的变化 所以说呢 它不能完全叫新增 只不过是一个调整地方的一个知识点而已 那么钻石模型的内容 在过去的考试当中 应该不算是考试的主要点 在个别年份 曾经用选择题形式 做过一定的考核 所以呢 这个我们不建议大家花太多时间 只需要通过听课 理解钻石模型基本的内涵 然后再按照我们讲义 所归纳的基本原文的文字 把它适当的阅读一下 就足以应付相关的考试 那么这就是呢我们整个第一节 外部环境它所涉及的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分析完外部之后 就要分析内部环境 分析内部环境就是一个知己的过程 对于内部环境分析呢 我们教材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仍然是从三个内容 给我们做相关的讲解 第一 要对企业资深的资源和能力做分析 那么分析完资源和能力之后呢 接着第二个内容 又给我们介绍 用于自身内部环境分析的一种很有效的工具 叫价值链分析 那么这个价值链分析呢 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考点 过去呢考过选择题 也考过主观题 而且不管是选择题还是主观题 通常都是用案例分析的形式来做考核 所以这个内容要求大家要加强理解 那接着 内部环境分析的第三个内容 讲的是业务组合分析 什么叫业务组合分析 简单的解释 就是指一个企业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 它可能会同时进行多种不同的产品 或多种不同的业务 那这些不同产品 不同业务之间的这种搭配关系 就构成这个企业的业务组合 面对这样一个业务组合 我们企业一定要决定 我到底针对不同的业务 分别采取哪些不同的对策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环 对吧 但是我们怎么决定采取不同对策呢 就首先需要分析业务组合 那我们教材这个地方 就是介绍了两种分析工具 一个叫波士顿矩阵 一个叫通用矩阵 那从考试角度来讲 其中的波士顿矩阵 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这个考点呢 考试频率很高 而且很容易在主关题出题 所以请大家对这个内容要加强复习 如果你能够把波士顿矩阵 把它梳理清楚 把它理解了 接下来的第二个 通用矩阵就很好掌握 为什么 因为通用矩阵 是在波士顿矩阵的基础之上 适当改进得到的一种分析工具 所以他们二者的分析思路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呢 个别的结论不太完全一样 同时从过去的考试来看 通用矩阵从来没有出过题 应该算是一个很小的点 所以呢 我们复习通用矩阵的时候 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只需要呢 知道它和波士顿矩阵 区别在什么地方 那么通用矩阵主要的结论是什么 这就足够应付考试了 那这就是呢 我们整个第二节 内部环境 它所包含的三个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们第三节 就是死沃的分析 那么这一节的内容呢 它的理论文字 并不是特别的多 那从考试来讲 死沃的分析 是一个主要的出题点 尤其是在主关题 通常呢 考试的时候 死沃的分析 一般都是要求大家 做案例分析题 所以对于这个点 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不过呢 对于这个点的复习 不要求大家 去死基因背什么东西 因为呢 它主要是考案例分析 所以对于第三节的内容 不建议大家 自己把教材抠的太细 可以把教材内容呢 稍微的去读一读 你在这的主要时间 应该是放在听课 通过我听课 然后呢 把需要你掌握的 原文的理论知识 把它掌握到位 然后再去把它理解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另外一个 需要做的工作 就是所有的分析 要找一些练习题 去练习一下 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辅导资料 你可以去选择 同时呢 我们过去 也考过这种考试的真题 就大家呢 把这种考试的真题 练习题拿过来 我们做几道相关练的手 这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呢 我们整个这一张 它的整体架构 希望大家呢 先把架构把它建立起来 那么介绍完架构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再结合 今年教材的变化 结合这一张 过去的考试情况 把这一张呢 一些主要的考点 再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沟通 那么这张考点 应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呢 比较整齐 大的考点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呢 就是PES的模型 用于外部环境当中的 宏观环境分析 那么这个考点呢 请注意 在主观题出题概率 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呢 在主观题考试的时候 PES的模型 一般都是考案例分析 所以这个大家呢 要平时做好适当的练习 那除了考主观题 案例分析之外呢 PES的模型 它的相关内容呢 也容易放在选择题 来做相关的考核 所以呢 我们建议大家 争取把教材 讲PESD 这个相关的文字 我们多读几遍 能够把一些细节的这种东西 把它适当的把握一下 接着第二考点呢 就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这个呢 也是有一定考试概率的 那么这个呢 也是要求大家一定要把我们所强调的地方 把它掌握到位 同时呢 这个内容 生命周期理论 我们建议大家 直接用我的讲义来复习 不要自己去看教材 因为教材呢 整个讲述的逻辑主线 并不是特别清晰 如果你自己去抠这个教材的话 这条主线不容易把它建立起来 在我的讲义当中呢 我用了一些相关的指标 把生命周期不同阶段 这些特征的差别 把它形成一个完整主线 把它贯穿起来了 那么大家呢 可以用我的讲义来复习 同时呢 再通过听课 把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强调的一些关键的文字 要把它准确的把它掌握 这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考点 那接着第三考点 就是武力模型 我刚才已经强调过了 今年一定要防止 它在主观提出案例分析题 既然它容易考案例分析题 就意味着 武力模型的主体内容 我们应该是以理解为主 而不是单纯的死记用备 所以要加强听课 那再向我走 就是第四个考点 叫战略群组 那么这个呢 在过去几年 主观提出题的频率 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内容的难度不是很大 所以呢 在我整个讲课的过程当中 除了把基本的理论点 讲解清楚之外 还补充了我们过去 曾经出过的考试题 让大家呢 对这个点怎么考试 我们有个基本的了解 万一今年再考到了 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 把它应对下来 这是战略群组这个考点 那么再往下走呢 就是钻石模型 那是相当于 今年记彰教材发生的一个变化 那么它的内容呢 应该也不难 也是按照我们讲课所做提示 把它适当理解 掌握基本结论 再往下就是资源的分类 也属于内部环境分析的 第一个内容 那么资源分类的内容呢 我们一般是考选择题 请注意啊 是选择题 一般不会考什么主观题 但是呢 考选择题的时候 既可能考案例分析题 也可能考教材的原文 所以呢 对资源分类这个内容 我们建议大家 应该复习的细致一点 所谓复习细致一点 就是除了听课之外 还应该把教材 我们适当多读几遍 要关注教材所讲的一些 原文的关键文字 要关注教材所讲的一些 小的例子 这都是可能出现在 选择题当中的线索 所以要注意一下 那再往下走 下个就是核心能力的评价 那这个核心能力呢 它的主要内容 主要涉及基准分析 包括基准分析的对象 基准分析的类型 但是这个点并不是个大的点 我们把它适当关注 其中的基准分析类型 它有可能会考案例分析的选择题 所以大家要稍微关注一下 那再往下就是价值点分析 那这个呢 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考点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包括选择题 包括主观题都会涉及到 而且一考 基本都是考教材 相关的理论的案例分析题 所以说呢 价值点分析 重点应该是以理解为主 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再去按照我们讲义 所归纳的那两个表格 把它的核心的原文的文字 把它准确的把它掌握到位 那再往下呢 就是波士顿矩阵 我想这个也不用多强调了 一句话 重点复习 全面复习 这就可以 那最后呢 那就是SWALL的分析 前面也强调过 SWALL的分析 简单掌握基本的原理 基本的结论 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是找一些练习题或真题 我们去把它做一做 熟悉一下它的考法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呢 我们整个这一章 出现的一些主要的考点 就大家在复习的过程当中 可以有针对性的加强复习 这就可以 那到这 我们相当于把我们这一章 一开始的框架 主要考点呢 做了一个总体的介绍 那么介绍完之后呢 接下来 请大家跟着我思路 把我们这一章的详细内容 我们展开学习 我们首先呢 学习第一节 有关外部环境分析 那么这一节 在我们今年教材安排的时候 是安排了四个知识点 第一 涉及宏观环境分析 第二 涉及产业环境分析 第三 涉及竞争环境分析 那最后一个 涉及国家竞争优势分析 而国家竞争优势分析 它的主体内容 就是给我们介绍 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来的 钻石模型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节 涉及的四个知识点 那下边 我们再进一步把它展开 一个一个把它详细的学习到位 那这里边呢 我们先复习第一大队环境 叫宏观环境 宏观环境的主要内容 就是PESC的模型 那这个内容呢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点 所以我给的是三星 代表它考试概率比较高 同时呢 从过去的考试情况来看 PESC的模型的内容 既会考选择题 也会考主观题 而且要注意 不管是选择题还是主观题 这个内容 一般都是考案例分析 所以这个地方 不要求你过分的死机用备 而应该在听课的同时 去把教材仔细的通读几遍 在读 在听课的过程当中 要加强理解 只有通过理解了 我们才可能去把握它案例分析题的整个作题思路 这里边大家要注意到 同时刚才我说过 因为这个点呢 也会放在选择题来考 因此这个地方 大家要复习的稍微细致一点 我们教材讲四大要素 每个要素的细节内容 我们都应该有所深入 就是把它的文字啊 把它的内涵呢 都要去把它理解一下 要把它有一定印象 不要求你死 我们下面呢 就把它展开一下 那这里边首先注意到 请大家先记住 PST四个字母 代表中国环境 那四个要素 其中呢 P是代表政治法律要素 也意味着它上包含了两个 然后呢 E是代表经济环境要素 S是代表社会文化 这个T就代表技术环境要素 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结论 那请大家首先把这个最基本结论 要把它掌握到位 掌握完之后呢 接下来 我就带着大家 按照教材的讲解 把这四大环境要素 所包含的细节内容 一个一个给它做一个 基本的解释 基本的阐述 这个地方大家以听课为主 听完课之后呢 再把教材所讲的文字 细致的读几遍 不要求背 要求你理解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环境要素 就是政治法律 那么这个要素当中 所包含的政治和法律因素 请注意 我们一般是考政治因素比较多 法律因素考的比较少 因为法律因素呢 如果编在案例当中 它的线索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对于法律因素的具体内容 不要求掌握的太细 简单了解就行了 那我们在这呢 重点复习有关政治因素的相关内容 那么我们知道 一个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区和国家 来展开经营 所以该国该地区 它的整个政治环境 包括呢 甚至包括全球国与国之间的环境 都会对相关的企业 它的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对于这方面的例子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在我今年讲课的时候呢 我就举一个我们国内发生的案例 相信大家呢 也都听说过了 这就是2016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呢 开始对网约车出台了一些 所谓的规范性的文件来加以管理 那么这种就属于政治因素的表现 当国家政府有关部门 对网约车进行管理之后 你会发现 它就对相关运营的企业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没错吧 那么这个影响呢 非常非常的明显 因为我们知道 它发展到2016年 我们中国国内的网约车市场当中 它的市场呢 已经慢慢变得基础率很高了 也就是说只有少数的几家公司 生存下来了 其中呢 滴滴 它是一支独大 它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网约车市场 它的战略率能够达到90% 按照这种发展态势呢 滴滴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巨无霸 但是呢 在这种很好的背景之下 2016年下半年出台网约车新规之后 滴滴的发展市场 一下子就被遏制住了 因为网约车新规 在某些城市 特别是一种大城市 像北京啊 上海啊 它都非常的严格 那么在这种严格的政策之下 使得它的业务拓展 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阻碍 那你想 它的发展受到就受影响了 所以说呢 这就是政治因素 它的变化 对相关企业造成很明显的影响 这个是在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举一个国际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韩国部署煞德 那你想 韩国部署煞德的时候呢 直接受影响的是哪个企业呢 就是乐天 那我们国内对它采取了很多 不管你能不能台上 放到台面的这种措施 那对乐天来讲 它都会遭受很大很大的损失 那倒是政治因素所造成的影响 那我们在这呢 首先开篇 简单列举了几个例子 我们增加这种感性认识 那么这种认识有了之后呢 下面来看一看 分析政治环境因素的时候 按照我们教材的逻辑 我们可以从哪几方面来做分析 那么按照教材的描写呢 总是如下几个方面 我们在这把这几个方面呢 简单做一下阐述 这个大家呢 要把它稍微听一听 听懂了就行 第一个是谁呢 企业所在国家和地区 它的政局稳定状态 关键词是政局稳定 那你想 如果一个企业在一个政局 非常不稳定的地区去经营 那这种政局的变化 就会导致该国的政策发生变化 该国政策发生改变 就会导致这个企业的经营受到相关的影响 我们举些比较极端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政变 发生了战争 那我们在当地进行的企业 肯定没有好日子过 很简单的道理 这个就不能多解释了 那像什么伊拉克呀 像什么利比亚的 都非常的常见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呢 我们分析政治因素 要分析政府行为对企业的影响 那它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政府的行为 这个行为怎么理解呢 你要注意 这个所谓的行为指的是 政府作为管理国家 管理社会的一个机构 它一定首先要管理 这个国家所用的资源 所以所谓的政府行为 就是指该国政府 怎么样去管理 它所掌握的资源 这个资源指什么资源呢 包括这个国家所用的森林 土地矿产 这些不同的资源 那这个国家政府 对待这个资源 管理的行为发生改变 那就会影响到 利用该种资源展开进行的 相关产业 相关企业 典型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房地产 那你要知道 政府对土地的政策 一旦发生改变 马上就会影响 相关房地产公司的正常运行 很简单的道理吧 还包括矿产资源 如果这个国家政府 出于保护某种 矿产资源的目的 它颁布了 很严格的开采禁令 那是不是直接就会影响 使用该种资源 展开进行的相关企业 因为如果严格限制 它的开采 那这种矿产资源的价格 一定会上涨 那它的价格上涨了 那就意味着 使用该种矿产资源 展开进行的企业 生产成本一定会上升 那这就是想象的 这种行为 对企业的影响 所以这个大家 把它理解到位 那接着第三是谁呢 执政党所持的态度 和推行的基本政策 也包括什么呢 也包括这些政策的连续性 和它的稳定性 所以看到 强调是执政党 所持的态度 和推行的基本政策 那么这一条呢 在我们国家 表现的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这一条呢 在不同的国家 其他国家 表现的比较明显一些 我们举个典型例子 比如说美国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呢 两个党 一个是民主党 一个是共和党 那在总统竞选的过程当中 这两党呢 轮流坐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两党 它所持的政策 是不太完全一样的 最典型的 我们知道 就是2016年 美国的特朗普 打败了希拉里 他成了新的总统 而特朗普跟希拉里 分属于两个不同政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特朗普上台之后 他就推翻了 原来奥巴马 执行的一系列相关政策 因为奥巴马跟希拉里 他是一个政治派别 那这种政党的这种更替 就直接导致了 他所执行的很多政策 就马上就会进行调整 那么这种政策调整完之后呢 就会对相关国家 相关行业 相关企业造成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么这是典型的一个 基本的内容和例子 就把它了解到 那这里边呢 教材进一步给我们解释了 这种所谓的基本政策 包括哪些政策呢 包括产业政策 税收政策 军储限制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呢 不需要大家过分的去扣 我们就大概知道 包括这些政策就可以了 那么基于这个政策呢 我们再举一些相关的例子 比如说税收政策 哪个例子呢 还是拿特朗普来举例子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特朗普上任之后呢 就经常会发出一篇言论 其中一个最典型的言论是什么呢 他就希望美国的很多企业 要在美国本土建厂生产 你不要到别的国家去生产 你把生产线收回来 在美国本土生产 增加本国的就业 增加本国的竞争力 他是这样的想法 然后呢 他就利用税收政策来实现 怎么办呢 如果你这个企业 包括外国企业 你不在美国本土 投资建厂的话 你到别的国家投资建厂了 那我给你征收很高的税 那就迫使有些企业 就被迫干什么 加强加大在美国本土的投资 甚至把某些国外的生产能力 把它搬回到美国 那这就是这种税收政策的改变 对相关行业相互险造成的相关影响 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这是我们第三个方面的分析 那接着是第四个方面是谁呢 各政治利益集团 对企业活动产生的影响 那这条呢 其实也比较好理解 因为呢 任何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政治派别 那么这些不同政治派别呢 都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 所以呢 我们叫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 但是呢 不同国家这方面呢 表现不太完全一样 在我们国家呢 这种政治利益集团 它的影响相对比较小 我们可以甚至忽略不计 那一般来讲 在西方国家可能表现的比较明显一些 那我们在这呢 就举简单的美国的例子 美国存在很多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 那么由于这些政治利益集团 它出发点不一样 所以说呢 它就会通过某些行为 某些措施 对相关的企业 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个影响呢 一方面 主要是两方面的做法 哪两方面呢 一个方面呢 这些政治利益集团 会通过某些方式 影响该国政府的立法 通过影响立法 对相关的行业 相关企业 造成一定的影响 另外是谁呢 它可能没有办法通过立法 但是它可以通过造舆论的形式 来影响该国一些决策者 那进而就会影响相关的行业 相关的企业 那么这是我们第四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呢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 哪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国家企业 华为 大家知道 华为这两年的发展还是很快的 对吧 除了国内之外 它在全球市场发展也非常非常快 但你要注意到 华为在美国 它的发展呢 就非常非常的慢 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为什么华为在美国发展就不是特别理想呢 就是因为在美国存在政治利益集团 那么这种政治利益集团主要表现就是反华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跟美国之间呢 表面上磕磕细细 但是呢 背后里呢 上一直在干什么 一直在较劲 而且美国本土呢 有很多人 其实是非常反华的 所以说呢 华为在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 考虑到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些方面的影响 这些政治利益集团 就会对华为在美国去销售它的手机 销售它的一些通信设备 就造成了很大很大的阻力 比如说华为的手机 华为手机应该是很好用的 这两年 技术发展也很快 对不对 但是在美国它就是卖不动 为什么卖不动呢 因为在美国市场 手机的销售有两个渠道 一个渠道是什么呢 一个渠道就是我们讲的电信运营商 那就是我们讲的合约机这个概念 你在这个电信运营商 你去呢 买化费 然后呢它给你可以提供什么牌子的手机 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各大零售卖场 那像美国的什么百思买啊 这样一些相关的这种 卖电子产品的这种企业 卖这种手机 那么这两个渠道当中 在美国市场当中 主要渠道 主流的渠道 是这种电信运营商的合约机 这是占比例很高的 但是这个渠道 华为很难进去 因为呢 这些电信运营商 考虑到美国它一些政治利益集团的这种影响啊 或这种所谓的这种施压呀 它就一般不太接受华为品牌的手机进入它的市场 而另外一个我们正常的零售这块 在美国占的比例很小 所以呢 华为手机在美国市场 它的销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这里边就是显到这种政治利益集团 对企业基因所产生的影响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政治因素当中 我们从四个方面分析它的背景呢 思路呢 简单去做了个介绍 大家呢 再去把它稍微理解一下 这就可以了 说完政治环境之后 接下来呢 就是法律环境 一个企业在经营当中 必须要呢 重视法律环境的影响 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非常好理解 我用几个字把它概括一下 是什么呢 你要守法 法不理你 你若犯法 法必罚你 那这个道理很容易把它清楚 那这里边呢 要注意一下 法律环境在实践当中很重要 但是在我们考试当中 它并不是很重要 我们过去从来不在法律方面出考试题 所以呢 这个内容不建议大家花时间 同时呢 我们17年教材 在法律因素这个地方 做了一定程度的删除 只保留了这么一小点内容 所以大家只需要简单读一下 了解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保留什么内容呢 主要是给我们讲 一个企业如果在一个特定国家和地区展开经营的时候 那首先呢 要对该国该地区 它的整个法律环境 做个充分的了解 那这个了解 主要是了解什么 主要是了解 它的法律 包括哪些主要的内容 那按照我们教权理论总结 法律呢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 是保护企业反对不正当竞争的有关法律 我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国家曾经颁布的反垄断法 那第二方面是谁呢 第二大种类型就是保护消费者的这种相关的法律 比如说我们国家呢 曾经颁布过食品安全法等等 那第三个种类呢 是保护员工的利益的这种法律 那这个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我们国家颁布的劳动合同法 最后一大种类型是什么呢 强调保护公众权益 免受不合理企业行为的损害的 这种所谓的法律 那这个呢 我也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国家曾经颁布过的直销管理条例 那这就是呢 关于法律因素教材所保留的这个内容 我们在这呢 也是把它简单过了一遍 你听完之后 后续呢 就不用再花时间去把它复习了 那我们到这就相当于把PES的模型 第一个大的要素 政治和法律因素 它设计的内容呢 就把它结束掉了 那说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第二大的因素 就是经济环境因素 那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企业 它在一个特定国家和地区经营的时候 除了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之外 一定也会受到该国该地区 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 就像我们这两年 我们常说 哎 整体经济形势呢 不是很乐观 那么在这种经济环境之下呢 很多企业 特别是实体经济 它的发展受到很大很大的冲击 那这就是经济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那这个呢 也要求大家要仔细的复习 那我们看看 对经济环境造成的影响 我们一般从哪些方面来做相关的分析 那我们教材在编写的时候呢 是从六个方面 给我们阐述经济环境 它所造成的影响 分别就是社会经济结构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体制 宏观经济政策 当前经济状况 还有其他一般经济条件 那这个呢 是希望大家呢 首先把这个框架呢 要有一定印象 接下来呢 要听课 请我给你讲一讲 这些不同的内容 我们怎么去分析 怎么去理解它 在听完课的基础之上 也建议大家呢 争取把教材所讲的一些细节内容 要仔细的通读几遍 因为这些细节内容 它是有可能放在选择题 来做相关的考核的 那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 下边呢 我就把这六个方面呢 逐一的通过例子的形式 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讲解 我们先看经济环境的 第一个方面 教材给我们介绍 社会经济结构 这个呢 是一个专业的术语 可能很多人呢 并不是特别了解它的内涵 所以我们教材呢 首先把社会经济结构 基本的含义 给我们列出来了 从考试角度来讲 这个含义 不要求大家 把它背下来 也不要求你过分的理解 我们在这呢 跟着我思路 把它简单的听一听 有个基本的印象 这就可以了 所谓的社会经济结构 就是指国民经济中 不同的经济成分 不同的产业部门 及社会再生产各方面 在组成国民经济整体时 相互的适应性 量的比例 及排列关联的状况 那么这就是教材 对社会经济结构 所下一个定义 在这个定义当中呢 关键词呢 是三个方面 哪三个呢 第一 讲的是不同的经济成分 比如我们国家 最典型的 我们国家呢 分成公有制经济 和非公有制经济 那么他们之间的 这种比例关系 就构成了 社会经济结构 一个方面的表现 然后第二是谁呢 不同的产业部门 产业部门的划分呢 有不同的标准 那我在这呢 就举一个大家 经常听说的一种划分 叫什么呢 我们通常会把它分成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那么这三个产业 他们的逻辑关系 就构成了一个 社会经济结构 这是我们第二方面的表现 那还包括谁呢 社会再生产各方面 他们的比例关系 那社会生产 在各方面是什么呢 社会生产 社会再生产各方面 比如说我们生产 流通 那这就是不同的环节 那么他们之间的比例关系 也构成了社会经济结构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只要把这个 听我说完之后 有一定的印象 知道它是这么回事 就足够应付考试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掌握的 一个比较细节内容 是下边这个点 是什么呢 社会经济结构 按照我们教材的进步解释 主要包括如下几个结构 包括哪些呢 第一产业结构 第二分配结构 第三交换结构 第四消费结构 第五是技术结构 那我们在日呢 就建议大家 把这几个结构的名字 我们稍微了解到 一看到类似的这些文字 知道它都属于社会经济结构 知道都属于经济环的要素 这就足够了 而至于说 什么叫产业结构 什么叫分配结构 什么叫交换结构 那么它的细节内容 我们就没有必要 再进一步去研究它 以后有兴趣 有时间 我们再去研究 这就可以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第一个 社会经济结构 它的主体内容 就把它解释清楚了 接下来 我们再看 经济环境分析的第二个方面 我们要分析经济发展水平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企业 一定是在一个国家 和地区展开经营的 那么该国 该地区 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 那么对于企业经营 也会遭一定的影响 我们接着去了解一下 什么叫经济发展水平 教材呢 也是给出一个定义 它这样来说 是指一个国家 经济发展的规模 速度和所达到的水平 这是我们所讲的 经济发展水平 在实物当中呢 我们一般都会 利用一定的指标 来去表现 或表达一下 该国经济发展规模 速度和它的水平 那这个指标呢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指标 哪个指标呢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 我们简称叫GDP 通过分析一个国家 GDP整体的规模 包括GDP的增长速度 我们可以大致的推算出 该国它整个的经济活力 而不同国家 经济活力是不一样的 那经济活力不一样 就意味着在该国 可能就蕴含着 不同的发展空间 我们在这呢 可以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中国 那我们知道 中国呢 目前 从整体GDP的全世界排名来看 排名比较靠前 我们中国这几年呢 一直在超英赶日 那目前为止呢 除了美国老大之外 我们中国就是排老二 那从这个方面就说明 我们国家 它整体的经济活力 还是比较好的 那经济活力比较好 那就会对很多行业 有很好的发展促进作用 也就带来很大的吸引力 对不对 那至少呢 我们从这指标 可以做出一定的分析 但是呢 我们除了分析整体规模之外呢 还要考虑人均的问题 考虑人均GDP 考虑到它的增长速度 那像我们国家 也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国家总体GDP 排名全世界老二 但是呢 一谈到人均GDP 你就会发现在排行榜上 我们前面就找不到了 我们就必须一页一页往下翻 翻到什么时候呢 翻到大概90名左右 因为人均GDP 每年都会发生一定排名的变化 我们这里边 没有特别准确的数字 来告诉大家 只要记住 大概90名左右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 从人均GDP来讲 我们国家是远远落后的 对吧 那这个从某种角度来讲 也代表我们国家 整体的消费能力 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这就是我们强调 对经济发展水平分析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些指标 来做相关的分析 那接下来 我再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很多学员呢 以前没有接受过 这种宏观经济的相关内容 可能很难真正的 把这种GDP 和我们产业发展联系起来 它们到底是什么逻辑关系 那我下面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是过去的经济学家 包括统计学家 通过呢 对很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 以及呢 相关产业发展的情况 相关测算 建立起一个经济性的联系 那这种联系呢 更多点是一种 数字上这种经验的归纳 它不代表是一个绝对的规律 但是呢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下 GDP 或者经济发展水平 跟相关产业发展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 相互影响的促进作用 那么这里边有一些统计的相关数字 比如说 当堆汽车产业 有这样的经验数字是什么呢 当这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 汽车呢 开始进入家庭 当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 私人购车将出现爆发性增长 这是过去的一个经验数字 那你想 如果我们是一个汽车企业 我们打算进入一个新的国家 但我们决定是不是进入这个国家 这时候做了决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 这个国家整口GDP的情况吧 我们看看 它的人均GDP达到什么程度了 根据它达到不成程度 我就可以决定 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进去 以多大规模来进入这个国家 那我们就可以参考这个经验数字 这个关系就可以体验出来了 对吧 那再举例子 比如说 对于旅游业 有这样的规律 或者是经验数字 是这样的 当达到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 观光油聚增 达到2000美元的时候 休闲油纵升 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 度假油渐旺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长 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会发生改变 过去呢 收入刚好一点的时候 可能是一种观光油 我们一天走十个国家 后来收入越来越高了 我们不太喜欢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旅游 就开始干什么呢 有了休闲油 我住在一个海岛上 一住三四天 放松一下身心 那么等到了后来呢 再升高的时候 有了度假油 所以说呢 这里边呢 这就是强调代表 随着GDP的变化 我们对相关产品的设计 也会必须要随时进行调整 对吧 那再举例子 比如说房地产 这也是在座各位 应该是很关心的一个话题 在我们国家 那它有个这样的纪念数字 达到300美元的时候 住宅产业开始起步 在600到800美元的时候呢 住宅业就会进入高速发展期 到1300美元的时候进入稳定的快速增长期 到8000美元时就进入住宅业平稳发展期 这是一个经验性的数字统计 那我们可以把它去套一套 某个国家的房地产行业 当然呢 不能简单的去套 因为不同国家 它的背景不一样 那房地产发展肯定也是不一样 就像我们国家 我们家就可以视为是一个特例 对不对 我们国家房地产行业 它的发展状态 跟很多统计数都不太相符 那我们就只是把它做一个参考就可以了 那这里是经济发展水平 它背后的道理 把它理解一下 那理解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在看经济环境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第三大类分析 要分析哪个呢 分析该国该地区 它整个的经济体制 这个经济体制呢 也是一个很抽象的词 我们在座学院呢 以前有的可能接触过 有的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我们在这就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不需要大家花时间去理解 因为这个内容在我们考试当中 一般设计概率是很低的 按照我们教材的解释 什么叫经济体制呢 就是指该国国家经济组织的形式 那这个经济体制呢 就决定或规定了 国家与企业 企业与企业 企业与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种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 就会对企业的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我在这里举个例子 帮你简单理解 就拿我们国家来举例子 我们国家从历史发展来看 近些年 这个近些年只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我们国家上个世纪末 改革开放开始 一直到目前为止 大概呢有这么几十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几十年当中呢 就代表了一种经济体制的变化 在座的各位 如果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话 应该知道 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 在改革开放之前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那计划经济体制之下 我们企业经营没有什么太大自主权 我们生产什么 原材料出哪进 生产完之后怎么去卖出去 都不用企业去操心 我们都有计划部门给你下达指令 按照计划去做 这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企业没有什么太多自主权 也不需要什么太多的管理要求 对不对 那后来呢 我们国家把经济体制做了变化 由计划体制变成了什么 变成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呢 我们国家完整说法叫什么 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等到市场经济体制之下 它跟计划体制就不一样了 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 企业就被投到市场去了 国家不太管你了 你自己采购原材料 自己主持生产 市场完产品自己把它卖掉 那为了应付市场竞争 保证企业生存 就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想到是 经济体制发生改变之后 可以造成的影响 那我把它简单解释了一下 你听一听呢 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不要再去仔细研究它 这是我们经济环境分析的 第三大块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经济环境所涉及的第四个内容 这才给我们介绍宏观经济政策 什么叫宏观经济政策 说白了讲 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当地的政府 为了管理当地整体的经济 所颁布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那么这种政策颁布出来之后 一定会对该国该地区 展开经营的企业 造成相应的影响 那我们在这呢 就把它的内容 把它做一下了解 那这里边提醒一下 宏观经济政策 我们教材的原文 在我们今年教材呢 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不再像往年教材 纯粹的一种 外文的翻译的内容 把它和我们实物 做了一个紧密的联系 它这样来解释 所谓的宏观经济政策 就是指实现 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战略和策略 那具体包括哪些呢 具体包括综合性的全国发展战略 还包括财政政策 包括货币政策 产业政策 国民收入分配政策 等等等等 那我们这里边呢 请大家主要关注的是后半句 就是你要在脑海当中了解到 我们讲的宏观经济政策 包括哪些内容 那我在这呢 把它稍微解释一下 按照教材所列举的 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一个是哪 是谁呢 综合性的全国发展战略 那这是一个宏观经政策 一个最主要的表现 那什么叫综合性的全国发展战略呢 联系我们中国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国家要制定13-5规划 那你要搞清楚 这种所谓的13-5规划 就叫综合性的全国发展战略 那这种规划的内容 一旦调整的话 就会对我们国民经济 不同的产业 不同的行业 造成相关的影响 这是我们第一个主要的表现 那除此之外呢 宏观经政策还包括财政政策 这个相信大家也听说过 那一般来讲 所谓的财政政策 主要包括两大块 一大块是财政收入 一大块是财政支出 那么财政收入 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呢 主要来应该是税收 所以我看到当国家调整税收政策 影响财政收入的时候 也会对相关企业造成影响 那么从财政支出来讲的话 也会对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前几年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 我们国家制定了一个4万亿的 将所谓的经济刺激计划 那这4万亿就代表财政支出的一种安排 那么这种4万亿投放出去之后 对很多的产业就造成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我们国家房地产业 对不对 造成房地产的价格这几年猛涨 这很强调的一种财政政策 那此外还包括货币政策 这个相信大家这几年 应该也是经常会听说 货币政策会影响货币的供给量 而货币的供给量 它的增加它的减少 对整个社会的购买力 会造成非常明显的影响 这是货币政策 那此外还包括产业政策 我们举简单的例子说 如果一个国家改变了他的产业政策 对某些产业采取了扶持的态度 对另外一些产业采取了限制的态度 是不是意味着对相关的产业 相关产业当中的企业 就造成不成的影响 如果你这个企业正好在一个 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当中去 那是不是意味着 你这个企业就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那如果你这个企业所经营的业务 正好是国家限制发展的产业 那你这个企业经营 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或者是受到一定的阻碍 所以这是产业政策 那搞清楚 产业政策发生改变的时候 一定会影响产业结构 所以我们把这个词要把它区别出来 那接着就是谁呢 国民收入分配政策 那国民收入分配政策 一旦发生改变 影响是什么 影响是老百姓的收入 而老百姓的收入 是决定市场规模大小的主要因素 那市场规模发生变化了 就会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 所以这个大家是非常容易把它联系实物 把它理解到位的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把第四个宏观经济政策 它的主要内容把它强调了一下 那说完这个之后 接下来呢 就来研究经济环境当中 所讲的第五个内容 教材给我们介绍 当前经济状况 所谓当前经济状况 就是指 在现在这个时点上 你这个企业所在国家和地区 它的整体经济环境的情况 那么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 当前经济状况 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些经济指标来反映 所以这个内容呢 主要涉及对常见的一些指标 常见的一些术语 我们应该有点印象 但是呢 不必要把它展开做详细的复习 那我们就根据教材的讲解呢 把这指标的整体过一遍 包括哪些呢 包括税收水平 这个好理解吧 一个国家和地区 整体的税收水平的高和低 对企业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应该还知道 在我们16年年底的时候 关于我们国家企业 所负担的税收水平的高低 是一个热点话题 其中最典型的谁呢 就是那个玻璃大王曹德旺 他发表了一番言论 他就认为 中国整体的企业的税收水平 这个压力 这个负担还是很重的 所以导致呢 很多企业经营 它很压力很大 经营效果并不是很好 那相反 如果我们国家呢 比如说假设啊 国家采取减税的措施 让企业的税收负担呢 把它减轻 那我们其经营活力 一定会被激发出来 所以说呢 这就是税收水平 它背后的含义 那还包括谁呢 还包括这个国家和地区 整体的通货膨胀率 就会影响相关产品的物价 就是它的价格 那就会影响相关企业的收入 影响它的利润 那产品的价格 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也会影响什么 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 再往下看呢 就是贸易差额和汇率 我们所谓的贸易差额 实物当中呢 主要指的是 一个国家和另外国家 展开贸易往来的时候 双方买卖的这种数量的关系 那比较常见的就是 顺差和逆差 那么这顺差和逆差 对于我们相关的国家 就会造成影响 那自然也会对该国 国内的相关行业 相关企业 造成相关的影响 那与贸易所谓的差额 有关是谁呢 就是汇率 因为这种顺差和逆差的情况 发生变化的时候 就会影响该国汇率发生变化 而汇率一旦发生变化 就会影响到什么 在经营当中 需要使用外汇的相关企业 这个道理很好懂 那再往下呢 就包括失业率 失业率的高和低 它的变化 也会对企业造成影响 主要影响企业是 人力资源方面 造成成本的上升和下降 还包括我们企业 能不能很轻易的 去雇佣到我们所需要的 劳动力或相应的员工 那还包括谁呢 利率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我们国家在最近一些年 一直属于什么 一直属于降息的这样一个周期 利率相对比较低 但是呢 从美国开始加息之后 我们国家呢 其实就开始要步入一个 加息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 那么如果国家在不断的加息 包括隐藏的 这种潜在的加息 也包括明确的这种加息 那你会发现 给相关企业就造成影响了吧 至少呢 你从银行贷款的时候 你的贷款利率就会上升 那也意味着我们企业整个资本成本 就会上升 这就是很明显的表现啊 那还包括呢 信贷投放 这个事物当中也很常见 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我们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 我们国家呢 加大资金的投放 那这种加大资金投放呢 会带动经济的发展 就会刺激很多行业的发展 那还包括呢 政府的补助 这就是强调 我们反映当前经济状况 一些常见的因素和指标 这个大家呢 不需要再去展开理解了 只需要把它看到 考试的时候呢 一旦涉及这些因素和指标的时候 你能够马上判断出 它属于当前经济状况 属于经济环境范畴 这就可以了 同时我再提示一个细节内容 什么细节内容呢 我们这些因素当中呢 有一个词叫政府补助 这个呢 在我们过去呢 曾经引起的 一定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不同的观点 因为我们过去曾经 针对这个词 考过选择题 这个答案 有不同的观点了 标题说得很清楚 就问你 政府补助 它属于ESC的模型 哪个要素 那么有的人就认为呢 它叫政府补助 是政府提供的 那政府跟谁有关系呢 跟政治环境有关系 所以说呢 它就认为属于政治 法律环境 然后呢 另外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既然叫政府补助 我们教材是把这个词 放在经济环境来讲了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经济环境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观点 那从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赞同第二观点 为什么 因为呢 在实物当中 政治和经济 其实呢 我们很难截然的把它分开 那如果在那考试的角度 我们知道考试 一定是根据什么来考 一定是根据教材来考嘛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根据教材来答 既然教材呢 把政府补助 放在经济环境来讲了 那我们选择答案 一定要选择经济环境 那这就是我的观点 那供大家来参考一下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把有关当前经济状况 所涉及的这些具体内容 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讲解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 经济环境的最后一个方面 叫其他一般经济条件 就是把其他的 能够影响企业经营行为的 活动的因素 都把它跪接到这儿了 那这个内容呢 比较简单 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工资 那我们知道 我们企业向员工提供的工资 这个水平的高低 是不是直接影响 我们的生产成本 很简单的道理吧 那这讲的 但是呢 我们这里边所讲工资 不是指一个具体企业 给员工提供的工资 而是在那个宏观的角度 我们衡量这个国家和地区 整体的劳动力 供收入的水平 那就像我们国家 我可以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呢 可以用最低工资标准 来衡量它 这几个 还包括呢 供应商及经营对手的价格变化 那么这也会影响 我们这些正常的经营 如果供应商 它的价格发生变化了 那会影响我们生产成本 如果竞争对手 价格发生变化了 会影响我们市场竞争的 具体策略的调整 那这个呢 都不用过多解释 我们把它知道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有关经济环境 所涉及的这六个方面 因素的具体内容 就整体把它梳理一遍 希望大家呢 再去把教材实际读一读 个别文字把它加上印象 这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